欢迎来到小九聊剧,今天小九带来 腋下之逃跑的小娇妻 第40-41集都是文惹的祸,没良心的小丫头 人家情侣都是一吻定终身,路易倒好,一吻闹绝恋 路易车上不管不顾的霸道强吻,彻底地惹怒了惊吓 以至于他直接无视她,摔门直接进了卧室,连晚安都没有说 路易看着被锁上的卧室门,只觉得这样下去不是一个办法 两个人不能总分居吧,必须想一个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他不禁暗暗后悔,早知道这样还不如不早早搬出来了 有家里的长辈在,他多多少少也会有所顾忌 眼下可好,小野猫直接发飙了 路易无奈地笑了笑,委委屈屈地洗漱睡觉 然而,他却破天荒地失眠了 小丫头柔软又甜蜜的唇瓣仿佛给他下了鼓一半 魅惑得他想入飞飞,无法入眠 实在睡不着的他 又去冲了一个凉水澡,到底该如何缓解两人的关系呢? 总觉得两人之间缺少一些契机 路易对自己的个人魅力还是比较自信的 第二日,今夏早早地变起了床 他本想着今日早点去单位吃早餐 可他刚要离开,便见路易正站在厨房内准备早点 他瞥见了他,率先说道 醒了,正好早饭好了 今夏狐疑,问道 王阿姨呢? 怎么你自己做早餐? 爸爸周末六十大寿 王阿姨回老宅,帮忙准备宴会了 哦,今夏终究是停下了脚步 慢慢往路易的方向走去 好奇地撇了一眼餐桌上的食物 惊讶地说着,你居然会做这么多美食 路易嘴角微微上扬 露出了得意的一抹笑意 回道,我会得多着呢 只是你不了解而已 今夏淡淡地哦了一声 便帮着路易拿碗筷 两个人一左一右坐在餐桌旁 默默地吃起了早餐 不得不说,路易煮的粥 炒的小菜,很美味 看着今夏吃的香甜 路易开口说道 明天爸爸六十大寿 和我一起回家好不好 嗯,好的 那我需要准备什么礼物吗 不用,礼物我来准备 好的 还需要住一些什么吗 例如穿着 我给你买了一条白裙子 还有一套珠宝 宴会上可以穿 好 路易看着平淡如水的小娇妻 笑着问道 我送你珠宝 帮你准备礼服 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 不喜欢吗 今夏抬眸瞥了一眼路易 回道 你送我珠宝 帮我选衣服 不过是 怕我丢了你的脸 我是为你撑门面的 不是应该你感谢我吗 路易被今夏的逻辑斗笑 宠溺地说着 还真是没有良心的小野猫 此言差异 我觉得不是我没有良心 而是你想要 破我 对我而言 我可以穿着普通的衣服 去参加宴会的 我是不在乎别人的嘲讽的 所以 你所做的一切 不是为了我 而是为了你自己 路易促眉 以前怎么没有发现你这般伶牙利齿呢 今夏挑眉 回道 那你要找找自己的原因了 为何以前没有发现我这般 毕竟我一直都是我 没有变过 你没发现 不是我的问题 路易笑道 很好 小野猫终于肯露出自己的爪子了 今夏被路易盯得有些不好意思 不再搭讪 埋头吃起饭来 今夏陪着路易 参加了路爸爸的六十大寿 他准备的礼物是一幅字画 据说这一幅普通的字画 大约要二百多万 今夏只觉得夸张 他是看不出这幅字画哪里好 哎 只能说不同阶层的人 想要融为一体 真的好难 这次参加宴会的人员 多数都是路氏家族的成员 今夏不禁感慨 大家族果然是人丁兴旺 难怪路家想要娶他 提高基因质量 想到这里 他心忽然暗沉下来 感觉自己就像生育机器 路易看出他情绪的变化 巧声问着 怎么不高兴了 谁惹你了 今夏白了他一眼 回道 除了你 还能有谁 路易只觉得委屈 天地良心 我哪里敢惹你 哎 你说你当时为什么要同意娶我呀 你看看你们家族 其他哥哥的媳妇 都是高挑大美女 路易被今夏逗笑 打量他一圈 暧昧地调侃着 你身材比他们好 今夏的脸瞬间红了起来 不再与他闲聊 路易带着今夏给路爸爸拜了寿 又见了路妈妈和妹妹路瑶 让今夏意想不到的是 他居然看到了路爸爸的情妇田丽 还有他所生下的孩子们 老大陆京 主要经营业务是酒吧 老二陆落 医学硕士 老三陆路 经营一家花芳 让今夏更为震惊的是 路妈妈和田丽居然在同一桌吃饭 他不免有些担心 生怕两人会打起来 路易仿佛看出今夏心中所想 不懈地说着 放心 纵使他俩再看不上彼此 也不会打起来的 被猜中心事的今夏 有些心虚 转移话题 我看你同你那些弟弟们 感情还可以 面上总是要过得去 他们在隔壁的别墅住 平时大家又不住在一起 当初 妈同意接纳他们的重要条件 便是集团公司没有他们的份 大家没有太多的利益冲突点 自然便也没有那么多勾心斗角 他们真的甘心吗 今夏好奇地问着 不甘心又能如何 现在公司已经在我手中 能带我喝 小心使得万年船 你关心我啊 路易的调侃 使得今夏脸颊泛红 暗暗憋了一口气 告诫自己 在关心他就是猪 宴会足足五个小时 方才结束 这一天 今夏几乎见到了路易家所有的亲人 七大姑八大姨 表哥表姐表妹 堂哥堂姐堂妹 可谓是应有尽有 今夏感觉自己的大脑都不够用了 生怕自己转头叫错了人 弄出乌龙来 看着紧张兮兮的今夏 路易小声安慰着 没关系 我自己有事都弄混 不必介意 今夏一听 忍不住笑话他一番 那你要找找自己的原因了 是不是需要喝点补脑液 你个小没良心的 我安慰你 你反而取笑我 我这是实话实说 我发现你越来越疲了呢 莫不是想要泄莫杀驴 你终于承认自己是驴了 我若是驴 你是什么 我们可是在同一个户口本上的人 今夏见说不过他 端起小糕点 默默地吃了起来 这是他惯用的逃避小妙招 是啊 最近的他 不知为何 貌似胆子大了呢 没事便想怼他两句 他拿他当生育机器这件事情 真真是伤了他